好 繼續來關心國內的疫情 那麼在昨天新增了兩例的 這個華航的機組員來確診 其中一例更是首例打完疫苗之後 又染疫的這個華航的機師 而另外呢 也首次有出現 華航的客艙機組員來確診了 那麼兩個人呢 曾經在4月29號的時候 在空服員解隔之後呢 一起到了這個酒吧去喝酒 那麼兩個人有接觸 不過呢 目前兩個人的感染源 都還在調查當中 不過國內的專家認為 這個確診的這個機師呢 其實很有可能 很大的可能呢 是在國內被感染的 那麼一起來聽一下 專家怎麼說 本土感染的可能性會比境外高嗎 因為潛伏期13天才發病的機率 可能就有一%對不對 對 那個 那一個在國外時間比較早以前 那個人確實是有可能在國內被感染 因為如果他回國以後 才過了13天才發病呢 這潛伏期有點太久了 而且我剛剛也提過 現在華人員工還是去國外被感染 這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 他們應該是警覺性很高的 所以還是要考慮內部有沒有什麼問題 專家提到其實這個機師呢 他在4月22號的時候就已經打了疫苗 不過一直到了5月1號才開始出現症狀 而且他距離他這個回國的時間 其實已經長達了有13天了 那麼根據其他的文獻的研究發現 其實你潛伏期到了第13天才發病 那麼其實這個機率只有1%而已 因此他研判可能是在機師回到國內之後呢 可能有碰觸到這個不明的感染源 因此染疫喔 不過相關的疫調呢 還要等這個指揮中心來進一步研判 不過專家也認為呢 一直有華航的機組員到國外被感染 甚至在國內可能出現一些群聚的狀況 那麼建議不只這個機組員 其實華航的全體的員工 包括地勤人員都應該要來採檢